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是 我們膝關節的居家運動訓練 因為像大家可能有一些膝蓋退化的問題 或是打完玻尿酸 可能會想要知道我回家之後 那如果我走路上下樓梯蹲下起立會痛的話 有哪一些不用負重的膝蓋的強化訓練運動 那我們今天就來跟大家介紹五個 在家裡就可以很簡單做的膝關節的強化運動 那我們先來介紹第一個 這個非常簡單 大家如果在家裡的話 可以坐在床上或是坐在這個 有一個平面或是坐在沙發上 那我們第一個運動呢 我們其實就非常的簡單 就是我們的腳 就是平放在我們的床或是沙發上 然後我們坐起來 那我們就是要盡量的把我們受傷的膝蓋 我們腳先伸直 然後我們就想像這個下面有一個 就是大家其實可以塞一個小毛巾啊 或是塞一個衛生紙的包裝也都可以 就想像這個下面有一個物品 然後我們要把我們膝蓋用力的往下壓 像這樣用力的往下壓 這樣可以收縮我們的股四頭肌 然後也可以訓練我們大腿後側的肌肉 那我們就是一直這樣往下壓 然後這樣做大概十次 那一天可以做三組 每組十次 好所以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運動呢 我們一樣是保持我們的腳 這個就是膝蓋伸直喔 那然後我們的腳跟要翹起來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要讓我們整隻腳 這個往上抬高 但是要保持腳伸直喔 所以像是這樣子 1 2 那大家也是要注意 我們的膝蓋是不能彎的喔 我們就是要盡量把膝蓋打直 然後這樣子也是一樣 做十次 4 5 好 那這個做十次之後呢 我們一天也是可以做三組 所以第二個就是我們保持我們的膝蓋伸直的狀況之下 然後整隻腳這樣子往上抬高 第三個運動也非常的簡單喔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能就會需要一個滾筒 那我們就把滾筒呢 放在我們的膝蓋下方 把它維持在一個可能有一點彎曲 大概30度左右的角度 接下來呢 其實也非常簡單喔 我們的膝蓋就是往上伸直 然後再放下來 再往上伸直 然後在上面停個大概3秒 然後再放下來 慢慢的 再伸直 再慢慢的放下來 伸直 停留 1 2 3 再放下來 這個動作我們也是一樣 做十次 那一天也可以早中晚 我們就各做一次 所以一天總共做三組 所以這是我們第四個運動 第三個運動 我們要來練習我們的臀部 還有我們寬部的肌肉 因為大家知道我們膝關節的穩定 跟踝關節還有髖關節是非常有關聯的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來訓練我們這個下背跟髖的 跟髖部的肌群 然後來去幫助我們膝關節肌肉的一些動作 有一個穩定性還有動作控制的部分 那這個也很簡單 大家一定有聽過喬式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是躺下來 然後呢 雙腳我們彎起來 接下來呢 我們兩腳平平的踩地 然後用力的把我們屁股撐起來 然後保持一個直線的狀況 這樣是一 然後再慢慢下來 二 也是一樣在上面停留差不多三秒鐘 二 三 然後慢慢下來 再來 三 一 二 三 慢慢下來 那如果大家覺得這個做得很簡單之後 我們可以讓它動 它這個動作的難度增加 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一隻腳 也是一樣伸直喔 然後用另外一隻腳 用力的踩地 那腳板也是平貼地面 然後再把整個身體抬起來 一 二 三 再慢慢下來 再起來 一 二 三 再慢慢下來 那我們這個橋式呢 也是一天一次 我們可以做十下 然後一天也是早中晚 就可以各做一組 所以一天就是做三組 那我們來介紹訓練我們側部的大腿肌肉 那其實這個也很簡單 我們就可以先側躺 然後我們底下的腳可以做一個彎曲的動作 然後上面的腳是伸直的喔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要讓大家要記得我們的這個腳踝 是要整個朝前的 不要變成這樣子 不要變成我們的腳指頭朝上 我們就是腳指頭朝前 然後伸直 然後垂直的往上 然後也是停留三秒 二 三 再慢慢下來 再往上 一 二 三 慢慢下來 再來 一 二 三 慢慢下來 這個呢 就是來訓練我們大腿側部的肌群 然後讓它變得 就是更強化之後 對我們膝關節的穩定度會有很好的幫助 好 所以這個就是第五個運動啦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跟大家介紹這五個非常簡單 大家只要有一張床 一個穩定的一個平面 然後躺的不會不舒服 再加上一個這個滾筒 或是大家可以捲一些比較厚的棉被 把它墊在膝蓋下 就可以完成這五個運動喔 好 那我們下次再幫大家介紹其他 可能針對我們膝關節啊 或是可能 懷關節受傷等等的一些 在家裡就可以很簡單做的運動 那希望 希望這個影片 對大家在家裡做這樣的訓練 還有這個保健是有幫助的 OK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